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表示 当前全球军控与核不扩散体系遭受挑战 俄将继续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 推动解决包括叙利亚问题在内的 全球及地区危机问题 2月10号是俄外交工作者日 普京在贺信中作出上述表示 普京认为当前世界安全与全球秩序经受严峻考验 俄罗斯在外交领域面临重大任务 其中包括积极捍卫国际法基本原则 维护联合国关键作用 并团结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普京指出 俄方将继续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 并意在通过政治外交手段 促进其他危机问题的解决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 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西方国家 将俄罗斯视为推行全球霸权的主要阻碍因素之一 俄方愿就现有问题进行协作 但这种协作不能以最后通牒为前提 各方应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